在去年讓人忍不住要一口氣把它看完的影集 怪奇物語 Stranger Things 最近推出了第二季的預告 預計在今年的10月 一樣在Netflix上面線上推出第二季 在這之前讓我們一起看一看這個非常精彩的預告吧 準備好了嗎? 那我們開始吧 第二季的故事發生在第一季結尾的一年之後 依然是以80年代作為背景 我們在畫面上看到Mike、Lucas、Dustin還有Will 四個人來到了一個電動玩具間 如果你不知道什麼是電動玩具間的話 就大概類似現在的網咖 就是當時的小朋友們放學放假都會去的一個地方 裡面就擺著一台一台的大型電動玩具機台 台灣大概是五塊錢一道 沒有時間限制就看你可以玩多久不會死 不過這四個主角從上一次的桌遊到這一次的電動玩具 似乎都逃不過被大魔王捉住的命運 再來我們看到可憐的Will 從上一期的結尾被救出來之後 身體似乎有一些不太正常的狀況 在這裡他又突然進入異世界 看到了異世界的景象 看到了一個巨大的長角怪物 我猜這個怪物大概就會是第二季的一個主要威脅 接著旁白說事情不會跟以前一樣了 然後畫面帶到學校裡Mike看著旁邊 摸著的Will的位置 看來他沒有回到之前的日子 的確是沒有那麼容易了 而Mike的姊姊Nancy 跟男朋友Steve的感情 好像也回不去了 在接下來畫面裡面 Will好像在被治療 但其實是被監視著 我想這應該跟上一季的實驗室 應該是脫不了什麼關係的 一樣是維諾納瑞德飾演的媽媽Joyce 問Will看到了什麼 Will說他不知道 只是不管在哪裡他都能夠感覺得到 相信這次是第二季很重要的一個懸念 到底在Will身上發生了什麼事情 逆世界到底對他做了什麼 而逆世界又是什麼 這部影集最有名的就是 他對了很多80年代的影視產業做了致敬 而在這裡我們看到了 這四個小傢伙扮成了 我非常喜歡的Ghostbuster 魔鬼克星 作鬼特工隊 這似乎是在萬聖節的時候 而第二季的第一集 應該會在萬聖節這一天開始 再來我們看看第二季的新角色 Max 這個小女孩是一個轉學過來的新同學 看到在後面的畫面 他跟著其他男孩一起行動著 不知道是什麼樣的原因 讓他也捲入了這些神秘的事件當中 我猜搞不好是跟他的哥哥Billy是有關係的 再來這個小盒子 應該是Cosplay Ghostbuster的火鬼器 就是魔鬼克星他們用來把鬼抓起來的一個地方 而不知道究竟他們抓到了什麼東西 在這個小盒子裡面 好像會是飾演Dustin的演員提到的 他在這一季會有一個新的小寵物 威爾像著了魔一樣的畫畫 把所有的圖畫紙擺在地上 拼起來看起來會是一隻怪物的樣子 然後他說他要的不是他 而是其他的所有人 再來我們看到所有的主角們 幾乎都在一起迎敵的一個畫面 然後在下一個畫面 我們看到警長用火焰噴射器 正在對付著一隻怪物 很害怕的威爾在戶外 看起來是被困在了逆世界裡面 媽媽Joyce怎麼叫他都叫不醒 這邊看起來是一個很緊張的場面 再來鏡頭是警長一個人 進入了一個地穴 在下一個鏡頭 男孩們跟哥哥姐姐 似乎也進入了這個地穴 看起來可能又有什麼人被抓住了 而且是一個會讓大家一起出動的人 最後最強的eleven出現了 他似乎就在上一季他消失的那個教室裡面 不過是在逆世界裡面 大家都還非常期待上次的那個吻之後 eleven跟Mike會有怎麼樣的後續發展 所以eleven是絕對會出現在第二季裡面 後來eleven看起來找到了一個洞口 這個洞口似乎可以進入正常的世界 所以eleven早就回來了嗎 不過暫時我們還沒有看到任何eleven 跟其他角色同框的畫面 不知道他是被抓走了嗎 或者是有什麼原因困在逆世界裡面沒有回來 不過有看第一季最後一期的人 就知道有一個伏筆是 警長拿了eleven最愛吃的一個東西 放在了一個好像野外的一個盒子裡面 不知道是不是警長為了保護大家 而讓eleven躲了起來 或者是之間有什麼其他的關聯性 相信大家只會越來越期待第二季的上限 這支預告片還有很多的重要劇情沒有告訴我們 比如說據說會在第二季出現的人類大反派 以及其他跟eleven一樣的人 我們都沒有在這個預告片裡面看到 但是肯定第二季會比第一季來得更加危險 黑暗還有龐大 在上一支超級杯的時候的預告片就講了 整個世界都要upside down 看來第二季 逆世界是要大局入侵的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 請幫我按讚還有分享 並且找到你的訂閱鈕 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 找到我上傳影片的消息的話 請在訂閱之後再按一下 那邊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者是想法 想要跟我分享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祝你有個美好的一天 我們下支影片見了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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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